嗨!欢迎来到小酒窝视频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好吃的香兰芋泥面包 在制作面包之前 虽然我们了解芋泥面包里的芋头 是一个怎样的食材 以及吃芋头对身体的好处 您可知道 多吃芋头可以保护牙齿 因为在芋头里含有一定量的浮原素 芋头能补充益气 调节和平和人体微量元素的水平 维持生理正常 它还能帮助消化并促进食欲 很适合脾胃虚弱和体虚的人食用 芋头能预防癌症 有研究表明 约70%以上的癌症患者是酸性体质 而芋头是碱性食品 能综合体内积存的酸性物质 使人体内处于酸性平衡的状态 降低患癌风险 谈过了食材 现在让我们开始面包的制作 先来看看所需的材料 这是材料表 请大家仔细阅读 即将它准备好 在制作面包的前一天 我们要先准备两种重要的材料 那就是浓缩香兰芝和芋泥 我们把15片香兰叶放入果汁机 之后加入150毫升的清水 将板兰叶搅碎 用筛子过滤板兰芝 把板兰芝放入保鲜盒 放入冰箱隔夜保存 第二天 板兰芝会沉淀在保鲜盒底部 这时我们需要倒掉多余的水分 至留下浓缩板兰芝 第二样重要的材料是芋泥 我们需要准备500克的芋头 将它切片 蒸熟 在蒸熟的芋头中 我们加入糖和盐 把芋头压烂 接着加入油 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芝薯粉 搅拌均匀 就是我们要的芋泥了 这个芋泥非常好吃 希望你不会在制作面包之前 就把芋泥吃光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面包 在厨师机的大盆中 打入一粒鸡蛋 加入牛奶 加入两汤匙糖 加入酵母 再打入面粉和盐 稍微搅拌均匀 之后再加入浓缩斑兰汁 把所有材料放入厨师机 以低速开始交代 材料混合均匀成团之后 我们便停止交代 让面团静置30分钟 进行水合作用 使面筋自然产生 30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面团 已经可以被拉扯伸长 这表示面筋产生了 这时 我们在面团的表面涂上牛油 再次开动厨师机 以中高速搅打面团8分钟 我们将面团盖起 让面团进行第一次的发酵 至双倍大 时长约1个小时 在等待面团发酵的时候 我们来做芋泥先 把从冰箱拿出来的芋泥 像这样 搓成8个小圆球 面团发酵 面团发酵好了之后 我们把它倒在一个 撒满面粉的细胶垫上 稍微折叠 排气 把面团分成8等份 拿起一个面团 在手中反复折叠 将面团滚圆 用擀面杖 把面团从四个方向擀开 在面团中间放入芋泥线 把面团包好 风口朝下滚圆 这样 我们要完成8个面团的制作 之后 拿起刚刚做好的第一个面团 用手把它拍扁 成一个扁的圆形状 拿起擀面杖 在面团的中心 做一个小圆的记号 接着 用切面器 在面团上滑出8等份的直线 之后 用切面器 把面团滑出的8等份直线 从外围往圆中心的 三分之二处切断 面团中心的小圆圈部分 是不要切断的 这样 一个花形面包就做好啦 这是整形好的面包 我们将它放入烤箱 以自然室温进行第二次的发酵 时长30分钟 30分钟之后 我们将面包从烤箱取出 这时 我们开始将烤箱 以200度预热 我们在第二次发酵好的面包上 涂上蛋液 在面包中心的部分 撒上黑芝麻 之后将面包放入烤箱 烤30分钟 30分钟之后 好看又好吃的香兰芋泥面包 就做好啦 这样的面包香气十足 大人小孩都会喜欢 谢谢您关注小酒窝的视频 小酒窝将会继续与您分享 其他好食材的知识 以及由这些食材所制成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即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